如果進入生活 我們的主持人必須承諾 一部分的支援 這意味著 全TVN的網絡 不會能夠供應 這樣做 現在 法案規定說 歐洲經濟區以外的企業 持有波蘭所有媒體公司的股份 不得超過49% 美國探索傳播公司 旗下所屬的TVN 是首當其衝 因為他們是波蘭 最受歡迎的獨立媒體 時常批判當局政策 而法案接下來 將會交由總統來簽署 不過這個法案 已經引發了美國不滿 歐盟職位也表示 對這項不遵守歐盟法律的行為 會採取行動